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就提到过了,今天咱们要讲战队之战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得跟您交代一下,咱们讲战队之战 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当中啊,咱们开头讲的就是战队之战 那就有人会有疑问了,说那这么讲起来,会不会咱们就重复了呢 您放心,咱不会重复的 咱们在那段书里讲战队之战呢,是主要讲的战争 哎,如何的应对,以及派兵遣将后勤补给 那咱们今天再讲战队之意呢,主要是要讲啊 这个过程,以及这个对血域高原的影响 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因为它发生的地区也必定是康藏地区 虽然在那个时期,行政划分上归川山耸都管辖 军事上呢,归这个四川提督管辖 但是所发生的事件涉及到的人群还是藏人 那得嘞,咱们嫌疑少叙,书归正传 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一讲跟咱们原来聊的不一样的战队之战 那么说这故事从哪儿讲呢,咱们得往后衬衬 乾隆的九年公元1744年 登基九年之后,这乾隆皇帝啊 对这个皇帝这份工作算是有信心了 逐渐事业走成了正轨 这大清国呢,也是如日中天 可是应了那句话,天下没有老太平的时候 要不然呢,咱这书馆也没书可聊了 说有这么一天呢,就在乾隆九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的龙书案上啊,来了一刀奏报 这奏报是谁来的呢 哎,这个人呢,是川山总督庆复 那庆复这刀奏报啊,是例行公事 可是呢,在中间提到了一个事件 事件不大,可是明显能看出 庆复在这写这边奏折的时候 情绪激昂,对这件事情啊,很是气愤 那是什么事呢? 哎,这个青石路上有明确的记载 这庆复奏折当中原文呢,哎,被摘抄了下来 是怎么写的呢? 江卡逊撤回把总张凤 带领并定36名 行至海子堂地方 陆域夹坝二三百人 抢去驼马 军械行李 银梁等物 那其实人听出来了吗? 这不算什么大事 那么咱们先把这句话稍微的解释一下 这江卡哪啊? 这江卡呀,是今天西藏自治区 昌都地区下属的一个县 叫盲康啊 那这个逊是什么意思呢? 这逊呢,是清代绿营兵驻扎的一个单位 不太恰当的比喻呀 就好像咱们现在说的军师旅团营 但是他当时呢,好像说的就是驻地 这江卡逊呢,那就驻了一个逊的士兵 那这个逊里边驻扎多少士兵呢? 这不太准确呀 这也就是他呀,和这个军师旅团营 这种现代军队编制有区别的地方 这逊呢,有大有小 大逊呢,一百多人 小逊呢,十几个人呢也有 那您就能听明白了 大逊通常就出现在边疆 就比如说呀,像江卡这些地方 小逊呢,就出在北京城堆拨卡子嘛 那就不是边防哨所 属于是啊,这个城市里边的治安单位 那这驻扎的边防军呢,肯定是会换防的 说这换防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拔总带领了三十六名士兵 换防以后啊,从这个江口迅往后方撤 哎,撤到什么地方呢? 海子堂地方 撤到海子堂地方之后啊,哎,就让人抢劫了 那这海子堂是哪啊? 这海子呀,是这个川藏线上的一个高原湖 到这之后啊,好丢人去了 哎,这三十几个清军呢 绿营兵,让人家给抢了 那抢劫他们的是谁呀? 二三百个甲霸 这甲霸一词是一句康巴藏语 您现在要是到这个康藏地区啊 您问老人可能还有人知道这个词 不过这个词啊,现在的意思和那会儿的意思 差距是挺大的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哎,这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您一问老人,老人可能还知道 它是一种啊,康巴藏刀 它跟这个藏刀的格式啊,还多少有区别 哎,它不是那种包饮裹金镶嵌宝石的那种传统意义上讲的藏刀 哎,就比如说护撒刀吧 它呢,哎,比较实用 牛皮为翘,长的二三尺,宽二三寸 它和这个地区的人呢 是在山林当中放牧求生存 哎,有关系,哎 是一种实用工具,能批能砍能剁 不过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文明 再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又出现了这个劲刀 劲管制刀具这么一道法令 所以这种刀现在越来越少 哎,夹霸这个名词啊 也随之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了 那在乾隆年间呢,这夹霸也有两个意思 大清朝廷以及过往克商和这些汉人们认为夹霸就是土匪的意思 那这当地的藏人是怎么认为这个词呢 当地的藏人呢,认为这个词倒是有侠义,游侠的意思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这当地人不分好坏相臭 认为这抢人东西是对的吗 哎,您听着我呀,继续的给您往后说 您就明白了 那实际乾隆皇帝呢,看完奏报之后啊 他都没觉着有多大问题 拿起奏折之后啊,这乾隆皇帝继续往后看 他倒是觉得呀,这川山总督庆复倒是挺生气 那他生谁的气呢 他主要是生啊,这三十六名兵兵 以及带领他们的这个拔总张凤的气 说这个本来呢,你这官兵手上啊 有火气,有枪 这个甲霸呢,无非呀 那就是身上掖着刀子 你如果这些官兵有效的反击 随便开两枪击杀两名土匪 这帮甲霸也就闻讯逃跑了 也不至为最后啊,丢这么大的脸 让这人家把这个驼马军系行李 钱梁,哎,全部强跑 这乾隆皇帝呀,哎,首先说呢 觉得这事不算大 其次呢,哎,更是没想往这一带用兵 因为这乾隆皇帝心里知道 往这一地区用兵很难 一则呀,这大清朝针对苗疆的战争啊 刚打完不久 这乾隆皇帝知道 这西南地区呀,山高林密 一旦在这一地区用兵啊 还别说别的,广着粮草资重啊 望上运就是件难事 就是朝廷最大的花费 其次呢,就是这雍正年的改土归流 好不好呢 要是写在字面上 改土归流绝对是个好事 可是办起来是非常的难 咱们一句话说说改土归流 大清以前的历代王朝 只要对这一地区行使管束 那么就是采用啊 土司管束制 就是呢,封当地的贵族 大士族做土司 哎,给他们呢 官衔兵权呢 让他们以土之土 自己管理自己 到了雍正皇帝这帮呢 觉得以土之土 以分之分 这样啊,太便宜他们了 这大清朝廷啊 收不上水来往里搭钱是小 有的时候这些土司们 拥兵自重啊 还总是啊 携兵作乱 于是这雍正朝的新政 有一条就叫做改土归流啊 地方政务 不再用这些土司办理了 哎,派设留官 这样呢 就剥夺了土司的权利 您想这帮土皇是能干吗 所以呢 就搞出了很多的矛盾 到了乾隆这帮啊 这改土归流就暂缓了 不但要审视夺事啊 还要救世论事 就比如说这个夹霸 抢劫刑商财物这事儿 很多夹霸呀 跟这些土司都有关系 有的干脆就是这些土司豢养的 受土司之命下山抢劫呀 乾隆皇帝一闭眼呢 就想起前朝的事儿了 什么事儿啊 那还是啊 发生在1728年 雍正六年 雍正皇帝得到奏报 就在那一地区 上下战队地区出现了一伙的夹霸 那雍正皇帝 您想那是个好脾气的人吗 当下就下了一道旨意 名四川提督 帐下游击高分制 这高分制啊 一介五夫 胸中没有什么这个兵法谋略 山高临臂的 他想找这帮夹霸呀 他找不着 于是呢 他就让这个下战队的土司 测冷江部啊 让他找去 他发现这测冷江部啊 和这帮子夹霸呀 有联系 那对了 既然有联系 人家能轻易的替你去出力 去找这帮夹霸去吗 哎 这一不管呢 他来了气了 这游击高分制啊 就把这位下战队的土司 给杀了 一下子就激起了民愤呢 这些土司联合起来 就把这二百多清军 全部围杀了 高分制逃跑了 到了雍正八年 四川提督黄炎贵呀 哎 让这个副将马良柱 领着一万两千兵 兵发三队地区 就是要一雪前耻 哎 可人家这个战队人呢 对这件事情上啊 人家有应对 怎么个应对呢 你不是来的人多吗 兵抢马壮子 我打不过你 干脆 人家把这个江面上的桥一拆 路一断 这一万两千兵 也是无功而返 所以说呢 并不是到了乾隆年 才打的第一场战队之战 早在雍正六年 雍正八年呢 这大清朝廷 就往瞻队用过兵 没占着便宜 净吃亏了 那这件事呢 别人知不知道的 还在其次 这乾隆皇帝 惹定知道 他不想往瞻队用兵 那可是有一样 这官兵被抢的事 说大大 说小小 那总归啊 不能掩瞪着 不管呢 那于是 这乾隆皇帝啊 下了一道旨意 查吧 那谁来查呢 这一道旨意啊 就烙到了四川巡抚 季山的脑袋上 那季山领了旨之后 那查吧 三个月之后 这季山呢 回复皇上 季山说呀 沾队贼犯 抢队撤回兵丁 行李一事 正在严查 那啥意思 查着呢 没查着 那有线索吗 有 他说呀 这个礼堂一带呀 据说呀 那块啊 有四十多甲霸 经常下山呢 抢帐篷啊 牲畜啊 又有奏报说呀 这个宋潘地区啊 也有三十多甲霸 经常带着枪啊 刀谋弓箭呢 下山抢夺百姓财物 有的时候 也进得这个大营当中 抢劫 偷窃一些啊 这兵营的自重 没过多久啊 这季山呢 又来了奏报 他说呀 这件事情啊 很可能跟下山堆 安福斯 吐司 搬滚有关系 那这句话 怎么说的这么含糊呢 因为这事啊 查到搬滚头上的时候 这搬滚说呀 哎 那你们看看吧 于是呢 从这库房里 就拿出点这个军器呀 这官兵的行李 一看呢 正是这个被抢夺的 这些官兵丢失的 那这办案的官差说呀 那既然这样 是安福使 我的大吐司 您呢 把这些这个夹坝的头子 交出来吧 哎 这帮滚说呀 不知道 没看见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 其他的事儿 我是一概不知 这奏折原文上显呀 下沾堆 吐司 帮滚 一搅出赃物 树剑并不查献贼手 其行为 郁家放肆 奏请 出兵攻脚 那乾隆一看 那这事儿不好办 你要是这群 夹坝 再和这吐司 勾结 或者干脆 就是这吐司 派出的夹坝 那尝死以后 那不是养护为患吗 于是啊 这大清朝的皇上 乾隆啊 就有了 清剿夹坝之心 那么这上下战队 和这些夹坝 又是什么关系呢 哎 您别着急 咱们从头讲 那这战队在哪呢 这战队啊 是现在的四川省的 甘孜藏族自治州 新龙县一带 地处这亚龙江的上游 纵横数百里 东临这个炉获道府县 南街礼堂雅江县 西边呢 是白玉县 德格县 那北边呢 就是甘孜县 那现在呢 无论是川越 还是摩旅 都是非常漂亮的县路 因为地处偏僻啊 所以说在大清朝 一直到康熙四十年左右 这边的吐司呢 才向这个朝廷申请 说他们要放弃当年明朝给的官职 要依附于大清 希望这大清呢 重新呢 给他们这个册封吐司的官职 哎 这三瞻地区啊 就是这些吐司其中之一 那么 为什么叫三瞻地区呢 从地势上看呢 这瞻队地区分上中下三瞻 上中两瞻呢 分别的大清朝定为是掌官司 下瞻队呢 定为是安抚司 哎 所以说您以后啊 在总这个史料上 看见三瞻一词 您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这帮滚又是谁 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帮滚呢 是下瞻队的吐司 这帮滚的父亲呢 叫做这个侧冷滚部 原来是下瞻队的老吐司 后来啊 妞气了 哎 就亡故了吧 就在乾隆二年的时候 川山总督叫做查朗哥呀 像这个朝廷奏报 说这老吐司死啊 小吐司要继承 于是大清朝 乾隆皇帝就照准死 是让这帮滚 接着他爹的帮成了下瞻队的吐司 其实这祭山 哎 就是这个四川巡抚啊 在他的奏报当中还是很详细的 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官 怎么说呢 他不但呢 查清楚了 哎 这些这个夹坝和这个下瞻队的吐司搬滚有关系 他还向乾隆皇帝说明 这块地区为什么平凡的闹夹坝 并且呢 这当地人不认为这种啊 夹坝抢劫的事啊 是错误 在祭山的奏折当中就提到 他说呀 查打建卢制西藏 藩满种类颇多 而且彪悍游慎者 莫如瞻队等部落 那这是什么原因 金银这一地区也山高林密 田少人多 广靠这个放牧啊 和这个种植啊 不够吃的 所以这些夹坝呀 才下山抢劫 这个地区的人呢 又很彪悍 很团结 年轻人下山抢劫之后 回德山上 把抢得的财务粮食分给老人 所以你想在这个地区 打击夹坝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问谁 神也没人向你举报 对呀 当地的老弱妇孺 认为这些夹坝都是侠客吗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 咱们开头那个疑问 这个这一地区的人呢 不认为夹坝出来抢东西 是件寒阵事 前龙皇帝听到这些奏报之后 他觉得呀 长死下去 肯定是生大祸端 这些个夹坝 即便不是这下沾堆 吐司搬滚派出来的 跟他也有关系 长死下去 毕生大祸端 关键是这一地区太紧要了 康熙雍正 我的富足两倍呀 才平定了这一地区 打通了近藏大道 不能丢在我手里呀 一道秘址啊 发给了三个人 谁呀 哎 川山总东 庆富四川 巡富济山 还有就是四川提督 李之翠 问问这三个人的这仗啊 到底能不能打 哎 得到的答复 我统一口径 这老三废说呀 请我四川一省之兵啊 拿下针队是一如反掌 于是这乾隆皇帝 才决定要兵发 康奏